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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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次次的危机中不断反转 既是救赎爱人 也是拯救世界 于舒心饰演的林妙妙 古灵精怪 俏皮可爱 从之前发布的预告和剧照中就能看出 她将这个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 丁雨昕饰演的沐生 并娇黑莲花的形象也十分带感 让人不禁期待两人在剧中的对手戏 而且该剧还有朱旭丹 陈都灵 钟星童 温真荣 海露等多位知名演员加盟 如此强大的阵容 更是为这部剧增添了不少看点 于舒心从《下一站是幸福里的蔡明明》 到《苍蓝绝里的小兰花》 再到《云之雨里的女主》 她的每一个角色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的演技自然灵动 能够将角色的特点完美地呈现出来 我相信在《永夜星河》中 她也一定能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现 而且这部剧的题材新颖 剧情充满了奇幻色彩和甜蜜的爱情元素 相信一定会吸引众多观众的目光 本剧她饰演的林妙妙 原本是一个普通的现代少女 在追一本小说时 却意外穿越到了书中 在遇到《捉妖高手沐生》之后 两人从相看两相宴 逐渐成为欢喜翘渊假 开启了搞笑又惊险的捉妖日常 剧中于舒心的几套造型 都相当有辨识度 东方美学和古典韵味相结合 真是美出了新高度 男主丁雨昕的古装造型 同样可圈可点 浓眉大眼 自带苏感 温润如玉的少年气质呼之欲出 剧中她饰演的沐生孤傲高冷 腹黑多疑 在遇到了女主之后 她逐渐被林妙妙身上的 天真善良所感染 两人历经生死考验 最终走到了一起 两位主演的颜值演技 可谓旗鼓相当 而剧中的一众配角 同样不落下风 尤其是女配的颜值 更是珍奇斗艳 祝旭丹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从《倚天屠龙记》中冷艳绝情的周芷若 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英很毒辣的玄女》 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本剧她饰演的沐瑶一席淡蓝色长裙 净显妩媚气质 作为男主的姐姐 她外冷内热 嘴硬心软 和林妙妙一番针锋相对后成为了好姐妹 陈都玲是大家公认的古装美人 虽然多是以女配的身份登场 但常常成为艳压女主的存在 剧中她饰演的静腰 从头饰到服装再到鞋子都被火红色包围 妖艳无比 鞋媚的眼神仿佛能一眼看穿你的心思 和天欢一样是个很带感的角色 钟心童虽然是歌手出道 这几年却在影视圈站稳了脚跟 哪怕已经年过四十 但颜值和气质依旧不输当年风采 本剧她饰演的媚女原本是一只狐妖 有着倾国倾城的颜值 和亲衣侯相恋生下了牧生 却始终无法和儿子相认 而牧生也因为半人半腰的身份遭到曝光 一度陷入了绝境 温真荣也是观众的老熟人了 扎实的演技能轻松驾驭各种角色 尤其是反派 入目三分的表演带入感极强 剧中她饰演的赵太妃 华丽秀美的服饰搭配金光闪闪的头饰 高贵气质一览无余 虽然外表看似温和 但城府极深 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 掀起了人妖两界的大战 王小辰是一位亲衣型女演员 有很强的可塑性 颜值演技全部在线 剧中她饰演的刘娘端庄贤惠 从容典雅 作为一家大酒楼的老板娘 实际上却经营着人妖两界情报交流的买卖 当然 除了高颜值女配 本剧的男配阵容也是可圈可点 宝剑峰 徐海乔都是通过观众 审美考验的古装男星 这么多俊男美女齐聚一堂 真是季扬眼又下饭 朱连玉目由赵露丝与刘宇宁领 领衔主演 赵露丝在剧中更是一人分饰两脚 分别扮演彩珠少女端午 以及后来的经商奇才苏木哲 而刘宇宁则饰演男主角燕子精 一位在复仇大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 两位演员的合作 无疑为这部剧增添了不少看点与期待 该剧由谢泽指导 根据作家谭天英的小说 《昆山玉之前传》改编而成 故事讲述了彩珠少女端午英机缘巧合 卷入了燕子精的复仇计划 随后她改名为苏木哲 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勇气 开创了一段属于自己的经商传奇 剧情跌宕起伏 人物关系错综复杂 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古代经商的艰辛与不易 和蒲采珠奴端午赵露丝 是 历经万难逃出吃人的猪场 邂逅了西域商人燕子精刘宇宁 是 和谦谦君子张静然 唐小天 是 她加入燕士商队 一路摸爬滚打 璀璨的珠宝世界仿佛近在咫尺 然而西北之行 她却发现了自己的绅士之秘 更卷入了燕子精的复仇谜局 至亲皆死 至爱被离 端午改名苏木哲咏闯扬扬州 宁可万劫不复也要追寻真相 然她忠心如明镜 不被仇恨裹挟 一手缔造明镜台 联合张静然 招雪就暗 原打算独自背负污名和仇恨的燕子精 最终亦缓解心结 与她共对 疾风咒语 尘埃落定 苏木哲在赛宝会上 用攀珠宝艺术高峰 众多原本屈从于命运的女子 也因她而焕然心生 赵露丝作为该剧的主演之一 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和亲和力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她的代表作品如 《哦!我的皇帝陛下》 传闻中的陈千千 《神影》 《星汉灿烂》等 都让观众看到了 她不断进步的演技 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 在《珠连玉目》中 她一人分饰两脚 更是展现了 她作为演员的多面性和可塑性 而刘雨宁 同样以其自然的表演风格 和金燕的演技 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她在《一面观山》 《长歌行》 《天行剑》 等作品中的表现 都让人印象深刻 在《珠连玉目》中 她饰演的燕子精 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角色 她的表演 无疑为这个角色 注入了更多的生命力和深度 总的来说 《珠连玉目》 是一部值得期待的 古代经商传奇剧 赵露丝与刘雨宁的强强联合 再加上 谢泽导演的指导 和谭天音小说的精彩改编 相信 这部剧一定会为观众 带来一场 视觉与心灵的盛宴 如今这两部古偶 同天播出 不少网友表示 不敢想 11月1日互联网多精彩啊 还有第二天的 云合会被多少人分 我压黑莲花 穿梳题材 吃螃蟹第一人 援助大IP书粉众多 俄平台日活也更高 这两平台会员我都有 我选择两部一起看等等 我选择